欢迎来到新乡雅剧 我是亚兰 生活中每个人都很忙碌 在忙碌之余 总希望能有个让心灵放松的地方 但是人在世俗当中 又不能每天去游山玩水 那么古人是怎么样解决这样的烦恼呢 在中国的建筑当中 会在建筑后面建一个园子 在园子里设计成天然形成的山水自然一般 这就是中国的古典园林 提到中国的古典园林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江南的园林 也有人说江南园林假天下 苏州园林假江南之说 也就是说呢 江南园林是天下最好的 而苏州园林又是江南最好的 苏州园林有卓正园 狮子林 留园 藕园等等 不知道您是否去过一些江南的园林 很多年前我曾经有去过卓正园 那里真的是很美啊 有很多很大的古树 还有很多造型各异的盆栽 以及各式各样的窗 真的是每走一步 就会欣赏到不同的美景 而人的很多烦恼呢 在这片园林当中觉得荡然无存 为什么中国的园林会对人的心灵 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呢 因为中国园林当中 把自然的美景和人文的意境 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比如中国的园林在追求一种 虽有人作晚自天开的意境 也就是说呢 虽然这里边的景致是由人工设计的 但是呢 它看起来好像天然形成的一样 而且其中融合了中国的诗词 绘画 建筑 雕刻等等艺术之美 让人的身心在这样的意境当中 得到充分的释放和滋养 其实到了明清的时候 文人画家会亲自的参与设计园林 在他们的印象当中 他们认为房子是可以由工匠来建造的 但是园林是自己精神家园的地方 所以得自己或者请画家来亲自的设计 比如苏州的卓正园 是明朝时候有个官员 他叫王献臣 因为官场失忆回到老家 建了这片园林 他请了当时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 来设计这片园林 江南四大才子 大家可能都知道 有唐伯虎 柱之山 文征明和徐真卿 那其中文征明的书画和文章造诣都非常高 他将山水的意境之美带入卓正园的设计当中 那中国园林之美的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中国的人文之美 园中一些亭台楼阁的名字 大都出自中国古诗文 比如《向卓正园》里有个听语轩 中国的诗词里边有 《留得哭和听语声》这样的诗句 也就是说虽然荷花已经刚哭了 但是并不把它们拔掉 在下雨的时候 听听雨落在荷叶上的声音 也是别有一番意境 另外还有《画传听语绵》这样的诗词 在美丽的船上 我听着外面下雨的声音 竟然睡着了 在这样美意境的亭台楼阁之上 古代文人帮着窗外的美景 品茶 作画 写诗 想来也是一段难得的清雅时光 有了园林 也有了中国文化里 留给我们的那些美好 比如《红楼梦》里 《大观园》里 有了宝钗拿着团扇铺叠 有了史香云醉卧韶药音 有了花谢花飞花满天 红霄香段有谁莲的黛玉葬花 在园子里 崔阴影遇到了张生 在折子戏里 有了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愿 在诗词里 有了樱莲鸡齿印仓台 小寇柴飞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这样的千年佳剧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人 会如此钟情于园林呢 之前我们讲过 中国的文化由佛家 道家和儒家组成 其中道家文化将人与自然的合一 就是说人和自然 其实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那么人生于世俗当中 虽然不能归隐于山林 但是却可以归隐于 自家的园林之中 纵然没有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 悠然建南山的田园风光 也会有云破月来 花弄影的悠然心境 纵然没有独坐静庭山的 孤标傲事 也会有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的花间独着 纵然没有山居秋敏当中的 明月松坚照清泉时上流的山林气息 也会有输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澄澈心境 古人让自我在这片自然当中得以释放 其实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园林的设计师 他说好的庭院设计 是可以慰藉人心灵的设计 我想他说到了中国园林的实质 那就是让人在月幕的同时 可以让人的身心得以安放和滋养 有个朋友说过 心中若有桃花源 何处不是云水一 中国文化中的人们 除了让自我在这样的庭院当中得以安放 又是怎样安放自己和他人之间的秩序呢 我们下次和您接着分享